李师傅家拆迁了 2022年他用拆迁款 在世贸美的云柱小区 全款买下一套房子 136平方 花了321万多 原定今年6月30号交付 李师傅说 他家这种楼还没有交付 前几天来看了看 看到的是01的户型 他说02和01是一样的 才买到02的 现在看到02的户型 就不等01的户型相差很多 现在门口又小 现在还有6个电表 这家水标箱都放在家门口 不是年龙上 是家门口 从电梯到李师傅家门口 这片区域设置了公变电井 砖变电井和水管井 隔壁01户型没有这些 再看楼上楼下的02户型 也有公变电表箱 但没装电表 除了李师傅 同状楼还有几户人家门口 也装了6个电表 6户人家上面上下各两户 赞成的电表都放在我家门口 买房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 他又一周日为了省钱 这样我直接看他存在一丁的小帮 安全运货 还有那个私密度也不好 人家有什么事都要楼上 要跑到我门口来 楼下也要跑到我门口来 我们买的是一丁一户 也不是一丁两户 一丁多户的 因为按理说 他每个楼上都要订电力紧的 应该都是像鞋标一样 每层都要鞋标紧的 要求把他个电表箱 每层的电表放为各个楼层 找到世贸美地云柱小区寿楼部 工作人员没有接受采访 此前李师傅向绍兴市 静湖新区开发建设办公室 反应过 答复是 设计图纸经电力部门审查合格 现场施工与设计相符 电箱设置符合要求 开发商美地之夜方面 后来回复记者 电表的设计是按图施工 不属于不利因素 每三层一个电表箱 2 5 8 11 14 17楼都有 是供电部门安装 没办法私自改动 每层都设计电颈 是出于设计通用标准 电颈的位置属于公区 无法就业主的私密性要求 提供更多帮助 李师傅不认可 表示会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1818红剑记者绍兴报道 oversimul